本视频由IP721赞助播出 是想靠你费给IP721海龙打开 就在安华上任的第一百天 我们有幸得到机会到首相署去采访 所以到底安华的团队政府是否有事情 获得更多的马来同胞支持呢 他们现在对于经济的看法是什么 所谓大马昌明的口号马拉尼 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生意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下去吧 主委的又回到了这个政府部门 从而这个访问系列是不是 我们今天你看我们身后是什么 没有错就是马来西亚的首相署 所以我们来到首相署 你觉得我们今天是访问谁呢 还用说吗 就是在引颈期盼很久的那个 安 诶 怎么安抓死的耶 因为我们的首相大人今天在国会不得共 但是我可以代表他来解答你的疑问的 哎呦 哇 那我今天也不然以为可以再加装 就是去他的办公室看一下 加加来看看看看不看遇不遇到他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吧 你好 我是郑明凯 是安华首相的政治秘书 那其实首相署是负责做什么呢 首相署本身就是一个部 财政部又是另外一个部 所以首相署底下当然他有一些 比如说宗教会在这个首相署底下啦 那个法律的部门啦 那么除了这些有部长的部门以外呢 首相署底下还有很多不同的单位 agency 是管理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office外面 那边是GISCC 是这个管理有点像 SPIM总这样是联征的这个单位 那么对面他底下就有一个叫做ICU 就是负责中央政府拨款在地方的工程project 所以这些是在首相署底下的 所以你是哪一个是全部都管吗 我们其实是直属首相 部司官 因为首相署也有首相署的部长嘛 那么我们直属首相在联马宪法里面 已经有列明政治秘书的这个职位 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 首相的政治秘书 首相给你什么工作就什么工作咯 部长的政治秘书就部长给他什么工作就什么工作咯 好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马上先问一个最重要 你觉得现在团结政府上台那么 100天过后啊 你给他评分是多少 我觉得我们都有七八十分以上吧 因为在第一 多自信啊 第一在这个稳定上我觉得说 比起上一届减少了很多这种就是吵闹的声音 或者一直要有什么跳槽啦 换政府啦 不太有听到啦 但这个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上一届其实我是国议员 那个时候也好像很多东西 一直没有上手 然后政党之间有很多吵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部长在工作上 可能一些新的他在比较慢 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那种冲突啊 或者说突然间会不会想到说这个部长是不是不行要换啊 基本上没有 那么在过去的预算案也没有太大的负面 那么大家也看到面面俱全 所以总体上我觉得还不错啦 可能在宣传上是有一些劣势啦 所以那个20分拿不到的 可能是宣传还不够吧 那为什么 还没有上你们的电台 那今天应该拿到那20分了吧 主要是暗华来的 还是要扣一点 扣有5分啦 那我满讲问就是华社很好奇 就是团结政府现在很多人会想说 好像在马来选民方面的支持率不是很高 那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暗华知道吗 其实马来选民的支持率 所以我们向来都维持在那个数目 不同的只是说 你在不同的周数有不同的支持率 就是说 如果你用平均数加起来的话 我们也应该有30% 以前也大概是这个数目 如果你不包括 就是说跟巫统和做什么来讲啦 但是它不同的是 一些地方你不到30% 一些地方超过30% 所以大家并不会用个别选取的数目 来计算你的支持率 所以总体上大家就是说 好像很多马来区输掉 所以我们的这个 好像马来人的支持率很少啊 因为你看到 马来义其实输掉而已 但是马来人多的地方 比如说在雪州的一些国会 我们还是赢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倾向你说 不同背景的马来选民的支持率不同啊 嗯 那你们会觉得如果没有 不同的 没有过半的马来支持率 算没有震荡性 呃 其实一向来也很少有震党 真的有拿到过半了 哦 除非你说30年前那个时候的 没有还没有这个 甚至也没有替代阵线的时候 就是伊斯兰党和巫统的那个年代 啊那个可能那个时候 巫统有过半了 50多或者60这里拿40 当慢慢的这过去20年 有比较多的政党 而且也好像有点 至少3个阵线 这个10年前的开始来讲 已经没有过半了 比较少过半了 那么同时 你可能说现在 呃在一些东海岸 可能国盟有过半 啊那个也是土团和伊斯兰党的结合 嗯 啊 那么 接下来可能就要测试 啊 在国阵跟西蒙在某个程度上的合作 会不会有不同的化学效果 哦 已经结合了吗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直接结合啊 可能它是一个 我们讲那个 一席分配之类咯 等这个formular咯 会想要跟他们 就是达成战略联盟 呃 一席分配方面 在在讨论着 啊 西蒙高层还没有做决定 但是他已经有开始这个谈判 是 啊 我许就是可能会达至 呃一对一的方式来 来 来 赞都有这个可能性啊 哦 周选的成绩会影响中央的稳定性吗 直接来看是不 不会影响啊 因为他的 不会啊 因为 我们是靠国会 我们是靠国会议员的数目 来做这个中央政府嘛 啊 所以周选不会直接影响到中央政府的稳定性 啊 可能大家只会觉得说 周选的成绩 会不会有点冲击到 如果他的结果如何如何 那就等结果出来才说咯 对吧 那你如果看待这个结果 就是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的预测会是怎么样 我 暂时我们很难预测就是 就是的确之前我们全面的 竞选啊 没有试过跟 郭政有那种议席谈判 啊 就算是之前有一个议席 巴当时来有谈判过 他们推出也好 或者东海岸的那个议席也好 他不是在经历过组成政府 在有那个议席谈判的情况底下 所以那个还没有测试到 会不会互相的票数有整进 那个可能性会有的 那么如果那个结果出来的话 或许他可能就把这个票结合起来的话 那他又可以分庭抗礼 所以反而是这个周选 他多少度程度上是 在看马来选民在经历了 大选在经历了这个新政府成立 在经历过各政党之间 这几个月的变化 他会不会在思潮上有很大的改变 那个是我们想要看到 有什么结果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想问你们接下来三年 或者是五年之后 有什么办法吗 就是比方说现在我看到很多都是在说 拉曼的这个 餐点 对对对就是 就好像是要先帮助比加在疫情之后 受影响的人民 那么在三年过后五年之后有什么计划 其实叻 帮助也好 援助对于低层 低下层人民或者B40好叻 其实向来也没有停过啦 从以前的政府哪一届政府 谁都讲帮忙B40的 所以主要的主筹是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维持竞争力的情况底下 才能够继续进行这个比如说津贴补贴 你不能纯粹很明粹的只是补贴 所以你看到当我们要谈这些B40的东西的时候 同时我们却没有允许它在第三第四次提起那个EPF 它必须是一个平衡 意思就是说再不否定继续津贴的档额 但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才能够在后期当我们能够稳定了过后 才去尝试那种 从经济角度来讲是一种investment 就是你必须要提高生产力方面的东西 我们往往都在这两方面在拉扯着 所以可能在短期里面 在与这个经济上的一些压力 对我们财政的压力来讲 我们只能做到大概是这样 当然我们还是会continue这种类似的这样的津贴 所以除了那个达马以外 你看今年本来只有B40拿到的开学班团 今年是全部都拿到 没有分子不是B40吗 但是我们必须在其他方面尝试减少一些支出 除了我们的首相自己不拿薪水以外 我们其实已经减少了很多支出 包括人手的委派很多 都已经尝试在开源截流 因为我们的这个债务的那个界限也蛮高了 所以它必须在某个程度上减少了那个债务 我们的马币才能够升 那我们才能够推动更积极的一个经济效应 所以长期的规划是要让马币升起来 回复经济 回复经济这个肯定会 但是我们不能尝试只是用借钱丢钱来推高你的那个KDNK 那个你在表面上看得到是有的 如果你借更多的钱 然后一直拍给他生意走 他展现出来的当然是经济蓬勃嘛 但是他这样下去的话 他是不健康的 因为生产业没有提高 那我们也不能久而久之 让这个民众满着到那个程度 所以他必须是说 你为时 但我们没有加大力度去借钱来拍这个 而只要先稳定让他这个可以过关 你可以有的吃 可以过得去先 然后才能够把那个经济推上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如果真的要借钱 他必须是拿来invest 再生产的 才有这个效用 MCO期间当然也是这样啦 本来借钱的那个debt 55% 你提高到60% 因为你需要来给他推动完全停止了的经济 但那个不是长期的 所以现在必须是能够先把这个 基本的那个需求一定是要先满足 然后再看如何在不加大这种津贴的情况底下 再推动那个经济生产 现在安团他的这个 像上台过后推出了口号叫马达尼 嗯 唱铃铛吗 什么意思啊马达尼 其实 就是 只要回应马来西亚的问题 哎 你知道吗 在经济方面呢 我们的马达尼也有一个核心 就是要提供很多电子化的服务 让民众随时都确保他的便利 OK 我也懂政府这种上台很好 可是我们小老板 一定很麻烦做的嘛 就是我们必要想应 可是你要上到Cloud Service 你要确保那个数据处中安全 你要方便我们的Access 很难的哪里会 你自己做 当然难啦 所以我们要交给专业的第三方 IP Server One 来专业化处理 IP Server One 是一家专门提供各种云端或数据中心服务的云计算服务公司 他们在大马已经经营20年 就连他们的IT专家 云端服务还有数据中心 均以获得国际认证 很安全的 所有的用户资料都储存在马来西亚Tier3的数据中心 7天24小时都有专家standby当你面对问题的时候 只要call他们 他们就会帮你解决非常方便 不仅又方便又安全 他还帮你简化和又换你的公司操作 不管是on-prem上云端还是要做backup 提升website还是application 都可以选择你要的 你可以自行选择他来负责帮你控盘哦 各位老板 简单来讲 如果你听不懂刚才所有专业词 不用紧 不用紧 只要你的业务是需要电子化的 你想要让你的业务变得更顺畅 更加高科技 让所有人都可以assess到更方便的话 你就告诉他你的业务是什么 他会给你更好的提示 交给专家 所以各位赶快点击下面的置顶链接来查询吧 免费的哈 不问百不问 赶快来问一下专家的意见了哈 OK 只有我们的粉丝才可以问啊 赶快去 那有名当吗 什么意思啊 没有 其实是 回应马来西亚的问题 比起别人的 就很明显 对 就比起别人的会比较 好像比较虚 但是它的acronym都没有拿对 因为它其实是用英文的script 但是你要在马来文那边 要有一个看起来有一个意思的话 你就不能照着那个翻译咯 首先我们要看这个内容 不是从它的字眼上去看它 首先要强调说 我们有这个价值观 就足以让我们的大马社会前进 我们就接受这个价值观 而不需要每个教徒又要觉得说 我们的这位不够回教啦 或者说非回教徒觉得我们的社会 不够开明或者说不够私俗啦 这样谈下去到底我们的共同点在那里 那如果我们有共同点 那我们就只拿共同点 然后只强调那个共同点 那马达尼在这里他就要表现出一个 大家不同文化背景 不同宗教背景 种族背景的人 都会认同的价值观 而这个就可以形成马来西亚 要前进所 rely on 的一个重点的东西 这样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口号式的东西 这个其实已经是了 只不过可能我们的民众我们的观众们 我们是从华裔的角度看 我打个比喻 中庸 你有什么马来文可以翻译给我听吗 同样的马来文字 你去到马来人那边 他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他来讲 可是的哈娜就是不要花费这样高 好像就是说你不要这样改啊 你是的哈娜可以 但是你没有这个中庸的概念的 因为我们不能从华裔的角度去看 同样的论述 在马来人眼中是怎样 同样的 你去跟他讲说 在他来讲 他不会觉得有跟他有感受 但我不可能讲一个你想要听 但没有那个neutralize 效用的 放在马来社会 这样我不是讲给你爽而已 我们要的是这样吗 不是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社会拉在一起 所以同样的一个意识形态 或者这个你认为是口号也好 我们要让大家同时感受到一样的感觉 也是不能这样容易啦 那你今天要他 要他能够接受的当儿 又不违反他自己的东西 我接受这个价值观 但是这个马达尼的价值观 跟我的宗教没有冲突 甚至符合我practice这个东西 我一样拿到分数 这样就够了嘛 你还需要更保守吗 不用 我们要他理解这个东西 而华舍也要能够理解 从他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 他就不是单纯一个口号 比较起之前的口号你去想 对 Satut Malaysia Satut Malaysia 感觉上就好像说 不同种族放在一起咯 对 那是讲给华人听 那个华人会明白是什么 他也很希望真正是这样 但是 马来人怎样看呢 他可能是接受一半不接受一半 他觉得说 我们的确是在一起 那我们未必是一样的 所以 口号 他可能在同样的字眼 同样的口号 他可以simple 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那我们也很难很难 很有一种 同时间大家都能够很接受的 你运动可以啦 我们去比赛啊 李宗伟去打球啊 我们支持马来西亚 那那个你可能你可以看到那个点 当牵涉到所有的这种 宗教 文化 权力 等等东西的时候 你要找一个结合点 就很辛苦了 所以现在首相 你看他的步伐 他一样有一直去跑动 这个我们的 马来民众 重点是 要让大家理解到 在我们的这个 世俗的这个观念啊 就是在他共散的情况底下 马达尼的情况底下 没有理反他们任何的 价值观 而大家可以一起进步一起走 那我们就可以抛弃以前的东西 我看到的是这样 很有趣啊 你不讲我们真是 因为从口号的理解 也真的是 的确是这样 可以明白了这个政府 跟这个首相 他的想法 对 我们现在是要看怎样去弱实 弱实其实重点还不是说 那你不需要去背那个东西 不是 而是说 大家理解到那个思维方式是这样 我们就能够在不同的层次上 找这个共同点 然后 随着这样过去 让这个过渡期过了过 你想像一个 就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过了 大家都好像觉得说 我们跟着这个 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都可以过得很好 为何我们要去选择那个分裂社会的 那个 那个取向呢 要让它有这个效果 你才能够综合掉 那一些 那一些 分裂社会的因素 好 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支分享 希望你们真的 希望你们可以成功 希望马来西亚可以变成 马来西亚马达尼 谢谢 然后也祝福 安华政府可以就是 可以给我采访 可以给我采访之外 可以做满 我觉得比较重要 应该可以啦 应该可以啦 可以啦 再次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 听了之后 有所收获 然后如果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一个赞 然后尽量的把它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话就知道 好 那我们就到这里 拜拜 这样我们可以去看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 外面可以啦 他不在的话 门口是没有开的 拜拜 拜拜